在未来短时间它即将会在我们南端陆地登陆 之后还是会经过我们的陆地逐渐向北移动 在向北移动的过程中 它强度是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 现在我们发布的海上警报区域 还是台湾附近所有的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就海面上来说 现在在南端的海面有10米左右的浪高 另外在这边的海面 西南端海面有6米左右的浪高 东南端海面有5米左右的浪高 其他海面仍然有长浪 提醒大家今天的台风已经进入到陆地 未来虽然逐渐减弱 但是海面上风浪不会那么快速减弱 朋友们要从事海面或海面活动要特别注意 陆上警报区域还是花林以南地区 南投以及嘉义以南地区 在台风的环流影响之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雷达回波 台风的环流它已经带来一阵阵的降雨了 目前最大的雨量就过去一小时 在屏东的西大午山已经有48.5毫米的降雨 其实从下午环流进来以后 在环流经过的地方 像屏东啊高雄台东甚至花莲 都有三四十毫米的降雨 我们提醒大家气象局预估未来的降雨 从今已经开始在下了 对于未来降雨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的 预估在屏东地区高雄山区会下大豪雨或超大豪雨 另外在台东的山区南投嘉义云林 台南以及高雄的平地会下豪雨或局部性的大豪雨 也就是说随着台风经过我们陆地 纵使它减弱以后 这些地方仍然是降雨会明显的地方 越晚雨会越大 而且会向比较偏中部地区扩展 在这边地方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那就观测上显示 其实在蓝宇已经有出现13级的强阵风 恒春9级的强风 大午8级 台南高雄都有7级的强风 现在台风中心正在我们南端陆地附近 南端的朋友想要小心 现在正是强风会开始吹的时候 要等到台风上路 是减弱以后风才会减弱 第9号 对不起 第10号台风 海棠台风正在影响我们南端 很多南端的陆地 提醒大家朋友特别的注意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